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句话说明了 教下每一个宗派修行的方法没有离开馆帐王 读宋是预备修学的阶段 先要把经读书 不读书从哪里观照起 没法子观照 所以你要想用功 先要把经念书 古人修行比我们认真 比我们守法 古人老实 现在人聪明 什么叫聪明呢 投机取巧啊 古人不会投机取巧 老老实实的 所以古人呢 那个功夫比我们好 比我们也快 我们看高僧传 看居士传呢 都看到 无论在家出家 都相当可怀 不像现在人 老实从哪里看 第一个 你都能观察到的 肯念 这个就老实 现在人不肯念 一听说要背书的 吓跑掉了 故人都是从背诵下手 这个赌诵啊 赌诵是看着本子赌啊 诵是不要看本子 背诵了 他能背得很熟 能记得很清楚 他才能受持 佛在经中讲的道理 他接受了 佛所讲的方法 他也接受了 持是什么 持是真正做到 那个叫持 现在有很多人 把受持两个字 搞错了 完全搞错了 认为这个受持 就是把经念一遍 我叫受持 这个完全弄错了 那是读诵 那不是受持 每天 你把你的扩宋文念一遍 那不叫受持 读诵 受持是真正的 明打其意 一叫休息 真正做到 这个就是受持 所以金刚经商 一再说啊 那个交良功德 很多遍啊 这我们很熟 这我们很熟 的啊 四句计 四句计 哪四句计 任何四句 四句就是一手计 任何四句 不要说四句 两句都够了 你的一生 受用不尽 你就凭着两句 可以照诸 只要这个年句四句 常常在心里 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换掉啊 他就管用了 这叫受持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 受持就是此地讲的管道 不论 我信是什么 我信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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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是你